大家好,我是比塔 今天深入葡都 來這個葡都圍食街 現在都差不多下午5點半 所以本身都不抱著任何期望 是可以去到一個很虛陷的情況 但都忍不住走過來找好東西吃 我相信都僅有幾間店鋪開 現在就去到這個大華茶鍋 我看見朋友買的好像挺好吃 今天就去試一試看看 看看食物 這東西很漂亮 一家吃甚麼呢 西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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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件呢 西米糕 在這裡吃 然後再看看要 要一份黑芝麻糕 然後跳了一個沙谷 橙色是一個沙谷 然後跳了一個糖水 摩摩喳喳 不知道是不是那麼毒 對 今天早上做了一些東西 然後就出來 因為開始口癢 就去找一些不同的特色小食 還有希望可以買到一些好吃的食物 回家做個晚餐 那我看門口的擺設 那些茶點 那些甜品 好像不是平常會見到的糖水 也好像挺有特色 就過來這裡坐一坐 我剛剛點了這個 蘭花芝麻糕 還有點了一個叫做 沙谷米 橙色的一個是沙谷米 然後也點了一個 摩摩喳喳 不知道是不是那麼毒 然後裏面有些料 有些西米 好像有些類似蠟瓜 試一試味 我們這三樣東西 我就買了也挺實惠的 可以試一試 試一試這個 芝麻 哇 芝麻醬白了 糯米糍的感覺 大概是 蘭花芝麻糕 味道不好吃 味道很好吃 但味道很嚴重 這個特色 彈牙 驗醋 多少錢 2.5元 嗯 不錯 這間店好像是賣糖水 甜品 但他們的菜單是有咖喱麵 炒粉麵 嘗一嘗沙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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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椰絲 但是呢 總結 我實在不出了什麼味道 好像就是表面椰絲味 對 不適合 這個 口感很特別 這個就好喝 嗯 嗯 它是一個西米爐 但是比較少西米 然後呢 它就加了其他類似南瓜 這樣的配飲 綠色那些呢 我就不知道說得對不對 是這樣的 它就像是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西米 就像是我們平時吃的椰汁糕 混合西米一起做 用糕點 然後呢 就連著這個 和喇喇呢 就一起去煮 對 嗯 嗯 挺特別 這個不錯 好 我的小食呢 就吃了龍果糖水 那現在呢 就準備出去 嘗一嘗沉 真正的食物了 好 看看去一下這個 衛食街 看看可以沉到什麼寶 對了 這條應該是捷徑 那我看到現在已經開始燈火通靈了 應該也有很多店鋪開始出來做生意了吧 咦 看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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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沒有來錯呢 哦 對了 你住在衛食街 對 應該是來適合的地方吧 那因為 我住在浦島區 那在這裡買完食物 就馬上拿回家吃 就不用一定要坐在這裡吃 那這條街 就 不算很長的 但我想 那些食物呢 應該 這麼出名 每間都是 我府床的夢 嘗一嘗 嘗一嘗 要一份龍眼水 打包吃的 打包的 麻煩 好像很多料 這個都 龍眼水 本身這裡 重設了 然後 裡面應該是加點冰 對 好 這個是順滯 龍眼水 謝謝 龍眼水 六元 再試試試看 雞絲可粉和麵 好 再試試看 金哥藥床豬雜湯 總是可以試試看 好像很飽 金哥藥床豬雜湯 總是可以試試看 好像很飽 好 哈囉 怎麼賣的 這個是 是 雞蛋和麥蛋 是 雞蛋 是 好 那要一份 雞蛋嗎 貴的貴的麵 貴嗎 不辣的 小的打包 小的打包 麻煩 這條街是叫為食街 最多人是甚麼時候 應該是早上 7點 7點後才多人 7點後才多人 我來早了 哈哈 哈哈 好 先試試看 謝謝你 原來我來早了 7點後才多人 我看好像很冷清 謝謝 Shall I wait 這個是用了 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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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魚餅 魚餅 先炒一炒 噢 沉沉 放麵 哇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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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魚露和蠔油 魚露和蠔油去炒 沒有加味精 沒有加鹽 沒有加糖 不加味精 適合我 因為魚露已經甜了 哦 魚露是鹹 蠔油是甜 已經有味了 我們還加入豬油 臘腸 那些味道 哇 味道香很多 是 甜的豬油 過了臘腸之後 好香 很香 很香 再加一個 是 然後再加上 剛才用來炸臘腸的油去炒 對 你這個稱之為臘腸的油 就是豬油 算不算是豬油 辣腸的油 是豬油 當然是豬油 對 即是不用分開再加豬油 不用 對 剛才看著你就這樣 炸臘腸也行 我們把臘腸放進去 對 放進去 豬油渣 放進去 豬油渣 放進去 鮮胸 鮮胸 這就是潮州做法 這個就是 要炒口法 是 我們從頭到尾 沒有下水 下水 沒有下香了 我已經在拍 已經看到你沒有下水 哈哈哈 我幫你做證 哈哈哈 炒到香為止 炒到熟為止 是 下水已經炆了 炆到熟 哦 哇 很香 很香 下水就不香了 我們要炒 炒 炒 我們夠了 用火炭來炒 火炭炒會更香 是 在這十幾年裡 才開始改了 是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乾乾漂亮 厲害厲害 師傅 橫街海鮮粥 好像說這裡的海鮮粥是好吃的 先試一試 不知道是不是在說這間 看看 要個海鮮粥 海鮮粥打包的 是 多少錢 八塊 海鮮粥是怎樣做的 海鮮粥是怎樣做的 哦 這是什麼海鮮的 這些 哦 這些海鮮 哦 打包的 對呀打包 這個粥就煮好了 然後拿海鮮上去 明白明白 哇 哇 哇 足料啊 好像很聚首 謝謝 哇 很聚首 很聚首 好啦 選多一件食物 就啟程 回歸了 哇 這間公司好多人排隊 開始都未到七點鐘 排隊了 四眼仔炸雞 炸雞 這間公司一檔 絕不服分檔 大姐給我一下 給我一下 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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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公司不吃 對不起自己 是 是 十四溝六 這間公司很出名的 這間公司很出名 很出名 對 很長 哦 四溝八 這間公司四溝八 四溝八 四溝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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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買了一堆東西回家了 又回到家了 那我們買了什麼呢 買了一個海鮮粥 待會試一下味 還暖粒粒 接著就買了一個龍眼糖水 龍眼冰 對 接著就買了一個炒果條 剛剛看過師傅炒得 非常之有和氣 我發現有些人呢 開一間餐廳 行行地一做 就做十幾二十年 很有毅力 很詳情 是的 等一下試一試 這個炒果條是怎樣 接著 剛剛我見他 師傅炒的時候 他放油 他首先把一大煲 臘腸 拿去煮 那煮完那些油 臘腸那些油 他就剩下 即是separately 就用來當豬油 是繼續炒那些河粉 我不知道其他做法是不是這樣 但我見到這樣做 拿這麼多臘腸去煮 我覺得應該是特別香 還有我想成本都不便宜 如果這樣做的話 等一下試一試味道 會不會有少少不同 接著就去了吃這個 去買這個炸雞 因為我們還在煮一大煲菜 所以就不想買太多食物 但那時味道七點鐘 就已經開始出現有少少的人龍 我看到這裡排隊的人 應該都特別會吃 所以我就跟進去一起排隊 然後就買了這個炸雞腿 小小分的 就斬了一件 先試一下味道是怎樣 對 先 unpack 了些東西 那呢 我們今天的晚餐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吃什麼 我們買了一碗粥 那這個就是海鮮粥 裡面的材料好像也有很多 有蝦 有少少蟹柳 跟著好像有些蜆 那樣的 那我試一試味道是怎樣的 這個粥 不過我想像中好吃 我買的時候 我心裡覺得 好像很隨便的 那些材料就放在這裡 然後就本身已經煮好了一攀粥 然後就把材料放進膠袋裡 然後呢 就把那一碗白粥 直接倒進去 就當成一碗粥 然後就加了一些胡椒粉 然後我心裡想 這個好不好吃 這個做法好像很少 這個serve的方法好像很少見 誰知道買完回來 我想 又出乎意料地好吃 又有魚肉 OK 嗯 嗯 挺好吃的 這個粥 那我們還有些 我們還有些什麼 食物呢 就是剛剛的 雞腿 對 還有我們正常吃一頓飯 我們每一天 兩個人要吃一個份量 這麼大份量的蔬菜 都不夠 我們還要加多一個 這個 秋葵 對 一盤秋葵 和一棵椰菜 花 這樣 就盡量就target 每一天吃一個份量的蔬菜 嗯 好吃 這個炒果圖好吃 我喜歡這個做法 這個做法 很棒 它沒有那麼油 還有呢 也挺香的 炒得 我想這個香的位置 在於 它可能用了一些臘腸去做出來 就是那些臘腸煮完 然後那些臘腸油 用來炒 那 試一下 雞先 雞好像很多人排隊 那 很期待 吃這個 嗯 那個味道有點像 以前我們小時候 吃Kentucky 那種味道 皮是軟的 不知道是否放進去焗 軟了 但是我挺喜歡這隻皮味 為什麼雞肉很有雞味呢 不知道現場食物會有一點點分別 但是我喜歡現在的口感 不是太脆 軟的 軟的皮 這樣吃 這個 而且味道 就淡淡的 就不像 現在吃KFC 可能就加了很多 不同的調味料 或者其他炸雞 醃了很久 比較重口味的 那種味道 對 這隻適合我們 對 好 不過吃過這碗粥呢 就覺得它 挺有新鮮感 挺特別的 因為我們平常吃的粥 譬如說 廣東粥 它那種口感 就比較綿 但是這隻粥呢 它又不像是潮州粥 但是我發現大馬 很多粥的做法 都差不多 不知道是不是 我剛才的 獨特 獨特做法 這隻粥是 但是很適合我們的口味 這個龍眼水 看一看 我老婆平時做的 都很清涼 喝完之後的感覺 對了 那吃完這幾樣東西 我們一致認為 那個炸雞 是可以贏過的 對了 其他那些不是不好吃 純粹是炸雞給了那種感覺 是 我覺得 未必那麼容易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 我們這餐 其實買了一個炒果條 跟著 一碗粥 跟著少少炸雞 跟著一個糖水 全部加起來 大概二十多元 所以 食物質素 很多選擇 那麼 二十多元 買到的東西 我們都覺得 都挺好吃 質素都挺好 那如果其他 譬如說 想來馬來西亞旅遊的朋友 你們可能 會選擇 吉隆坡 吉隆坡 甚至乎 在KLCC 蛋黃區 去生活 或者去 待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我覺得 都叫做 有個選擇 對了 譬如說 在浦都區 都真的有很多很親民的價錢 而且食物質素很好 甚至是很多當地人會去吃的地方 給大家選擇 就不一定 我們心目中想到 KLCC 住 旅行 會是 令到你一天三餐都會吃得很貴 那樣 那當然 最多的時間 找到一些 漂亮的餐廳 都會在KLCC 或者在那些大的購物店 但也都會有一些 非常之 親民的地方 是可以給大家找到的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 大家就不用有太大的關心 好 今天都差不多了 如果其他觀眾 有興趣想去這條 葡萄圍食街 去感受一下 記得 晚上7點 才會有最多店鋪開門 我聽剛剛其中一個 當主的分享 不要像我這樣 大概5點多就到了 然後就在那裡等 等等等等 這樣 我們的體驗 就去完 ICC葡萄 然後今天 是第一次去這條 葡萄圍食街 那種感覺呢 其實都幾截然不同的 對了 還有呢 價錢上好像都差很多 而且我覺得 都比較經濟實惠的 這個感覺 對了 所以如果還有其他 什麼地方 是比較親民一些 或者比較地道一些 是可以推薦一下 都不妨在那裡 我們這個 留言 分享一下 給其他觀眾了解一下 其實可以在 哪些地方 可以比較 經濟實惠 吃到一些優質的 大馬食材 對啦 或者是食物 因為有很多東西 都可能要靠大家去分享 才可以有這些 頻道去找到 對了 那今天的vlog 是這麼多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